小白 小白 我们讲得很清楚 我希望果果的抚养方案 还是我一周你一周 具体实现你的主意 我一定会尽我最大的努力 好好抚养果果 我不允许我自己错过 果果每一个成长阶段 每一个成长的细节 我怎么能等他 这个月学会叫爸爸了 我下个月才听到吧 他要是真叫了 我肯定会第一时间 打电话告诉你 这个跟我第一时间听到 怎么可能一样呢 我以前怎么没有发现 你这么爱斤斤计较啊 我以前也没有发现 果果睡着的时候 是这么像的 没有你的诚实 今天我下班晚 我拿尿不试上去的时候呢 他已经睡着了 不是一辈子 流过泪才发觉 这并不是爱你的方式 不要不能之间 只剩再见 我们好像 好久没有这么说过话了 那谁叫你把心思全放在工作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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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说都怪我了 难道怪我吗 还有很多没做的事 还有很多没做的事 不如回到最初样子 体面遗失 没做的事 小白 一鹏 狗狗的事情咱们改天再谈 小白 我今天来 并不完全是为了狗狗的事情 根本在你心目中 我们已经没婚 但我还是把你当我老婆 不管以前发生什么事情 我对你的心 从来没有变过 我们现在不适合谈这些 我们 我们不如回到最初的样子 披抹一世 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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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杀你不够啊你 你出去那一台 我死了 没事 你等我付货我先给你 你别了 你快喂我吃块蛋糕 行行行 我给你吃一块 我 行行行 我还给你拿手吃 你不安不动吃了没够 怎么样 你别玩了我都嫌 你等着付货就行没事 吃 你还吃啊 不怕胖 好吃 你吃 饭 饭 饭 来吧 我也死了 你再吃一口 不是 你这是为我吃饭 把我嘴上抹的 你知道 那我一嘴人员 我一嘴人员 好嘴 那是王主持人员 你模糊的了你 你擦 你再擦花了 你再让我给你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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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金子 其实我 喜欢你很久了 你 愿意和我在一起吗 做我女朋友 那你为什么不看着我说话 是正常 又是闹眼睛 多还是一直一直在一起 我喜欢你 愿意做什么 我愿意 真的 弄得还不轻啊 你 我觉得我们的关系 就维持原样挺好的 原样 那我们以后 我们已经分手了 这个关系暂时不会改变 是 小白 一鹤 你该不会认为 我们之间的问题 就这样已经解决了吧 如果回到当初 我跟你 我们只谈恋爱 一点问题都没有 你并不是一个适合结婚的男人 但我们最终选择了结婚 我们之所以结婚 是因为我们彼此相爱 而做出的决定 我们明明放不下彼此 更何况我们已经有孩子了 你真的觉得 离了婚之后你会更好吗 本来是两个人一起努力的事情 现在要分开来承担 现在要分开来承担 可是不离我也是一个人在承担啊 一鹤 你还是没有明白 如果没有离婚 那么我会以丈夫的标准来要求你 你如果做不到我就会伤心失望 甚至怀疑婚姻 可是离婚以后 我对你就不再抱有期待了 即便要承受更多的压力 但我对你 不会再有失望 我已经在试着改变自己了 但我也不可能二十四小时 围着你 围着孩子转 我没这么要求过 你不要每次都曲解我的意思 关于婚姻 我确实是失败 但我必须要对果果负责 果果的抚养补充协议 我签好了 就算我们做不成好夫妻 也希望 我们可以成为果果的好父母 好 一会儿啊 你把这些联系方式 再重新落实一遍 然后把上面这些信息呢 再重新 刘经理最近帅了不少啊 没有没有 干回去吧 刘经理好 没事没事 刘哥 你变了呀 说好的单身倒白头 你却偷偷取了油 你可拉倒嘛 我跟你说啊 我这事 是我女朋友精心挑选的搭配 女朋友 你什么时候有女朋友的 来 喂 你有病啊 不是 你喊了九遍 九遍啊 你有强迫症啊 这不是重要的事情 说三遍 重要的名字喊三遍吧 想你了呗 昨儿才刚进来 腻歪死了 我腻歪 我也只跟你腻歪啊 就跟女生说的那种 小男狗 有你这么夸自己的吗 太年轻 太纯减 我这儿挤光娇呢 我先不跟你说了 挂了挂了挂了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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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你早怎么知道 是面试需要的简历 好嘞 进来 叶总 这是您要打印的文件吗 是 谢谢啊 您靠咖啡吗 我正好给您倒了 谢谢啊 看这样子是特地买的呀 这边没事了 你们去忙吧 好的 叶总 好的 小白姐 刚刚那俩马屁精怎么回事啊 岳岳 你看岳岳怎么了呀 怎么她跟赤炮上一样 马云 你是我在公司最好的朋友 我现在的处境 你也知道 那么多双眼睛都盯着 我更要谨慎处理好身边的人事关系 所以 还希望 你可以继续支持我 知道了 行 叶总 我一定会一往如前 努力工作的 没事 安全 加油 加油 好 好 你好 老叶 老刘买这么多的菜 来 我帮你拿吧 这就是给你买的 拿回去吃 给我的 不用 我自己去买呗 拿回去吧 咱们俩在哪儿聊啊 去那边吧 那边人赏 好好好 好了 就这么多 记得把邮件 发送给总部的秘书办 好 还有事 那个 管总 我晚上我想请您吃个饭 想问你一点事 有什么事先再问吧 是私事 工作的时候题不大好吧 给你五分钟 马上问 那 那 那你不介意我录音吧 是吗 我想问就是 刘夏是几点在哪儿生的 他除了爱打游戏 还有别的什么兴趣爱好啊 吃的 除了爱吃披萨 还爱吃什么 还有什么我想想啊 等会儿 等会儿 除了他爱打游戏机 你刚说的 我都不知道 那其他的就更不清楚了 你怎么突然间那么关心刘夏 刘夏 刘夏 她是我男朋友 什么时候的事 昨天晚上在我家 然后他 等 等 等 够了 细节的东西 你不用跟我 说那么详细 我不想知道 喂 你 你想太多了吧 我们很单纯的 五分钟快到了 你到底有没有 有效信息告诉我 不好意思 真没有 你不知道你问那么多 我也真是醉了 说问你也等于白问 你连给儿子买礼物 都让我帮你忙 我还是指望你了解你表弟 真是想太多了 等会儿 我问你一个问题啊 你们女孩对待爱情这种事 是不是都是 一阵风一阵雨这样的 管总 我 我之前对你 怎么说呢 你就是我工作当中的爱豆 但你绝不是我需要的 那种男人啊 那你需要的是 什么样的男人 我需要 不是 您不是因为闹离婚就忽然 不是 我只是想知道 小白非要离婚的原因而已 都这时候了 您还在问我这个问题 能不理吗 没事 你先去忙吧 祝福你跟刘夏 幸福快乐 没事 你忙吧 谢谢关总 哥 今天务必见我一面 啥时候都行 哥 收到达回复我 老爷 我今天问你这件事情 你必须跟我说实话 小白在外面到底有没有人 老刘夏 你今天把我叫过来 就是想问我这个问题的 简直是太不可理喻了吧 你先别着急 也别生气 我问的不是小白 她是不是有作风问题 一鹤我是能保证的 她肯定外面没人 那我就是想知道 小白她有没有向前一步的心 那如果要是没有的话 我觉得这两个孩子的关系有缓 老刘 我觉得他们两个人的问题 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函 什么费 什么寒的 咱们先不说这个 咱俩都是过来人 对吧 那时代再变 那男女之间那点 那 那点善 她实际没变不是 你知道吗 一鹤是今天早上回来的 我给她挂衬衣的时候 发现她有宾馆的发票 还有小白签字的那个协议 小白也是一大早回来的 小白也是一大早回来的 您看看 您看看 是不是让我给猜中了呀 其实啊 我觉得这两个孩子 她是有感情的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你说我们做老人的 是不是应该帮他们一把呢 各位老师好 我叫王亮 来面是投资顾问的职位 感谢两位老师给我这次面试的机会 你觉得你具备 胜任这份工作的能力吗 我觉得要做好这份工作 是需要具备逻辑分析能力 市场洞察力 还有是沟通影响力 最后还有一个是抗压能力 叶小白应接毕业生是吧 您为什么会选择我们这家公司 您还有什么问题需要问我的吗 没有了 不是 鞋子 这样也很 창irl 红堂呢 你说是边陌农ี่ 嗯 哇呀 黄晓光 就把红堂也是 真 değer坂 也不没 graduate 小白事情 这是很 golf啊 那 Beweg insan 我 perquè我 Kenado 朋友 Lip 你认识 rout 你坐吧 哥 你好 这餐厅不像是你选的风格啊 这不为了请你嘛 怎么 最近业绩不错啊 没有 我这不有正事找你嘛 那必须得隆重招待 如果你是想问 关于金子的事呢 我这不有正事找你嘛 我这有他的入职简历 还有他爸的信息汇总 我知道的就这些 其他的你自己问他吧 哥 你咋知道我要问金子的事 哥 是不是他找你问我的事了 你咋说的 你们俩多大了 还在玩这种高中生传话筒的幼稚游戏 这怎么能说幼稚呢 我们这个叫做爱情 跟你说你也不懂 行 说了听听 我看你懂什么 说 哥 其实你 你的事我都知道了 我就知道金子那张嘴 靠不住 那也不能怪他 主要是我们想关心你 你们呀 关心下你们自己吧 之前他爸给他介绍了那么多优秀的 相亲对象 他一个没看上 就偏偏看上你了 奇特怪了 哥 我知道你想说啥 你别说他那些相亲对象 你就说他之前那些男朋友 那我都知道 你就从里面随便挑一个 那都比我高比我帅比我有钱的 但是感情这个事最重要的是人 你但凡想长期相处下去 那全靠跟人过事啊 你跟这长相还有那钱什么的 没太大关系 我虽然足处说 确定是站在那儿吗 你怎么能够到几天 那是便宜做出来的 可以 这顿是老大 作者希望是个儿子 客人 你自己的 你自己的 女生 我自己挑一个 你自己挑一个 不好意思 这车是别人订的 姑娘 小白 玛丽姐 去哪儿 我送你 现在不好打车 师傅 是我订的车 先送它再送我 好的 谢谢玛丽姐 谢谢你的金油 不客气 谢谢 高山那件事 你不要有压力 你这也算是帮了他 不然风险会更大 我知道 有心事啊 没有 就是 找去回家看孩子 你也得注意休息 总这么连轴转可不行 人出了问题 就什么都谈不上了 身不由情 我得先回家 要看一下孩子再回来 晚上还有加班吗 我刚离婚的时候 每天晚上回家 都要在车里坐上五分钟 才能上楼 这五分钟里 没有孩子 没有工作 是完整的属于自己的时间 是支撑我 保持微小 情绪饱满地回到家 接替保姆 面对一个弱小 不懂事 却只能依靠我的孩子的 多力来源 也是 你 冼失 你也别不爱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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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估计那除了我以外 没人敢跟你说这些 我要不是喝点酒 我也不敢 我听听讲 尽管说 没事 你说 就这么说吧 哥 虽然你不如我这个 小奶狗讨人喜欢 但你好歹也 也算个那个 中选公吧 但是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 但是 但是为什么我嫂子 就跟你过不下去呢 就是因为你这个人过分理性 喜欢讲逻辑 我说的没错吧 你说过日子 哪有那么多逻辑 那就是高兴不高兴 喜欢不喜欢 就这么简单 他喜欢 他高兴 那你多做 他不高兴 他不喜欢 你就坚决不做 就这么简单 哪有那么多为什么 有道理 我信你 这都不是什么有道理没道理的 我说的就是真理 可你那逻辑性太吓人了 好 好 妈 我回来了 你回来了 快 饿了吧 过来 坐下吃饭 狗狗呢 狗狗睡了 这是你最喜欢吃的肉排 多吃点啊 好 妈 你这是天底下最好的妈妈 没有你啊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看你说的 我不对你好 谁对你好啊 难不成你指望的果果 马上长大了 孝顺你啊 小白啊 我跟你说点正事吧 好 前几天假 你陪我 出去散散心 好啊 等我这阵子忙完了 我就去休年假 到时候你想去哪儿 咱们就去哪儿 走了 你现在不能出家吗 最近工作太忙了 对了 妈 我一会儿还要回去加班呢 小白啊 妈陪着你出去散散心 回来你再工作也不迟啊 妈 玩什么时候不能玩啊 那要不 你陪我去西安 把房子卖了 怎么突然想回西安卖房子 你看果果马上就要长大了 咱把那儿的房子卖了 买个学区房 这样以后对果果不是挺好的吗 顺便呢 就算你陪妈去散散心 好不好 妈 您是不是最近太累了 这样吧 今天果果让我带 您早点休息 我是太累了 我这个地儿啊 我是一天我都待不下去了 你说我离婚 我姑娘又要离婚 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啊 你说你要带果果去哪儿 我去加班 我带果果去公司 这样加班也安心 你也可以早点休息 小白啊 小白啊 你这么折腾我还能休息吗 我能睡得着觉吗 我告诉你小白啊 我明天就去西安 我一定要把那房子买了 我再也不能看 你和果果没房子住 买个学区房 这样最起码 果果有好的学校念 你也有个房子住 我们干吗住在这儿呢 行 妈 我这就去请假 我陪你去西安卖房子 好不好 您千万要注意身体 您这段时间量下血压吧 然后没什么事的话 早点休息 您千万别着急 别气坏了身子 好了 行 行了 行了 我跟果果果的指望 好 您呢 妈 妈 妈 你别生气了啊 妈 你快去吧 你快去吧 这个又没有提醒她一下 算了 算了 管理手册上也没有说 不让带小孩子进 都下班了 估计一会儿就走了 行吧 狗狗乖了 好好好 妈妈在这里呢 妈妈在这里呢 狗狗最乖了啊 陪妈妈加班好不好 狗狗不闹了 这是 狗狗跟妈妈的小秘密 对不对 那 狗狗乖 希望你会儿 Wherever Spider- Los River 嗯 活的 我愿意藏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黄特叔啊 没得过 你看看 这就是逻辑正确的杀伤力 你没时间你就不过了 你想过补偿我嫂子没 我哪儿来的时间 你说 是啊 我没想过 行 那你还冤吗 一点都不冤 我嫂子才冤呢 这样 我现在补上 等等等等 等等等等 你别这么冲动啊 哥 你别到时候搞不好这 惊喜给搞成惊吓 来 喂 管先生您好 我是您三亚之行的私人导游小琪 谁 我是小琴 您母亲刘女士 帮您预定了这次行程 让我联系您 我 我吗 是的 这样你帮我取消吧 那这个您要不要和刘女士商量一下 应该不用商量了 我没时间 你帮我取消吧 谢谢了 是这样 刘女士就是考虑到您工作忙 所以还没有给您出回程票 如果您现在取消的话 最多只能给您退一半的费用 这样 有意思没意思 每天像小学生一样送我上班 有意思啊 特别有意思 我那些老朋友 在我们这个年纪 还没机会替儿女操心呢 人家都是儿女替父母操心 这父母都快成闲人了 我这多好呀 还有机会发挥余热 多有意思啊 不像有些人 为了躲我 不好嘛 在几点呢就爬起来了 比清洁工人起得都糟 那别的父母也没有像 你一样多管闲事 那 那 那有本事 你上丰盛去 那我办公你也看着我 停车 小白 爸 你怎么还带着孩子 这是要去哪儿 去公司 不是 这个点儿的 一起吃饭吧 师傅开一下我这边车门 他上车 我走 王月月 你发什么成绩啊 我说到底是有苗不丑长啊 那大姐们多长啊 爸 快吃吧 都睡了 你们吃吧 我又不着急 好长时间都没见了 等长大点了 老爷还得 让你学弹琴 学唱歌 还真是父母情深 你说什么呢 吃饭都堵不住你嘴啊 见了你姐也不知道打个招呼 我姐 我姐在哪儿 我怎么没看着啊 你干什么你 你是不是觉得 这人多我不敢削你是吧 你姐到底怎么了你了 行 你是我爸 你怎么着都对 说到底我不是你亲生的呗 这一小白干了什么 你应该最清楚啊 你怎么说话呢 这是你姐 到底怎么回事 好好说话就好好说话 反正你们俩是一家人 你 在公司呢 你跟领导举报 导致高山停止 我就不说了 我算你尽职尽责好吗 但是回到家你跟我爸 打高山的小报告算怎么回事 我们俩谈恋爱 碍着你事了是吧 你等会儿等会儿 高山那事 不是你姐跟我说的啊 来 给我吧 来 来 曼森 去买几杯咖啡吧 我请 好嘞 小白姐 想说什么就说吧 不是你跟爸告的秘 你为什么不直接说清楚啊 这本来一两句话 就能讲清楚的事情 你非得藏着噎着 弄得大家都不高兴 你自以为是对大家好 实际上大家都难受吧 我当时说了能怎么样啊 除了让你和爸的关系更僵以外 有什么用吗 咱们妇女三人的关系 本来就比较特殊 我跟爸有什么用的 如果真需要一个坏人 我来当就行了 这个锅我来背 我没有什么负担 你们也开心一点 我不背 我依然没有什么负担 只不过你跟爸的矛盾 更深罢了 行啊 姐 我以前怎么没有发现 你这么缜密啊 你记得咱们之前的约定吗 进了这个楼是工作关系 出了这个楼才是姐妹 以后在公司 你还是像曼森一样 喊我叶总或者小白姐 另外 回去把保密协议再通读一遍 我真是服了你了 自己的微信都能让别人看到 以后怎么把重要的文件交给你 怎么便遇解了 小宝宝 姥姥接你回去了是吧 快 看奶奶 乖孙子 要听话啊 奶奶 姥姥 不能让你没有爸爸没有妈妈 咱们一个也不能少 看奶奶 拿来了 妈 你订的那个请旅游 怎么不先跟我商量一下 那你和小白的事情跟我商量了吗 我现在告诉你啊 我现在心境非常非常非常的不好 你现在必须带我去旅游去散心 你去旅游你去散心我很支持 我现在 现在帮你抱团 找一个专业的导游 不行 为什么 因为那个 你 你 你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主意啊 你妈几斤几两你还不知道 妈 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我跟你丈母娘 就是希望你和小白一起 出去旅旅游散散心 我跟小白 她能同意跟我一起出去散心吗 都出去一个床上了 你 还 还不同意啊 那酒店的那个收据是干什么的 别以为我们俩都是傻 反正是小白肯定会去 你也乖乖地跟我去 小白真的同意去啊 那当然了 那行 那 她去我也去吧 说好啦 我还小白 妈妈 小白 你怎么把果果带来了 果果 来 果果想妈妈 我就借过来了 正好也可以让你妈 休息一下 一鹤 这个点果果该睡了 不能让他迁就大人的时间 我知道 那我们就别耽误时间 我送你回去了 果果 小心啊 小心 乖 宝贝 你从哪儿听一个 这什么眨眼什么什么的游戏 人家说了 谁先眨眼谁就会出轨 我这眼睛酸了都会流眼泪的呀 流眼泪好啊 流眼泪证明 你对我的爱就至死不渝了 谢谢 谢谢